建元六年斗太后去世 22岁的汉武帝刘彻全面接广政权 第二年他召举贤良策问之道 提出矿谷硕金的千年疑问 就在这一年 帝国的东北广川县 闭门读书 垂帘授徒三年的一代宗师董众书 被汉武帝的千年疑问所吸引 终于卷起帘幕来到长安 那么汉武帝的千年疑问究竟是什么 一代宗师董众书 又将如何用儒家思想应答 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 第十五集 天人三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黄老道家最后的守护人 窦太后去世 元光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134年 汉武帝终于清政 他清政以后做第一件大事 就是下诏策问天下贤良文学 提出了旷古朔经的千年疑问 汉武帝在策问中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自从春秋战国礼崩月化以来 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多年了 古人有云 五百年必有王者心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王者 可以兴起来结束这人世间一切的苦难 我现在想要风流而另行 行轻而兼改 百姓和乐正式宣招 缔造一个太平盛世 究竟应该从何着手 最后 汉武帝明确指出 我提出这些问题呢 不是要你们给我一个具体的对策 像这匈奴到底怎么打 诸侯到底怎么削弱 这些都是官府的事情 不需要你们下操心 我要听的是大道之要 治论之极 我要听的是大道的关键 我要听的是最根本的意见 我现在需要一个伟大的理论 能够从根源上解释 并且解决以上我提出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各位 这就是汉武帝的气魄 这就是汉武帝的千年疑问 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千年疑问呢 汉武帝他自己比较谦虚 他只说五百年以来 这个呢 一方面是为了从孔子算起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暗和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这个神秘的数字 实际上我们去读历史 自从西州衰微以来 一直到现在 七八百年之中 没有哪个君主 有这样高的眼界 能够提出这样气吞万里的问题 一个君主 他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衡量这个君主 他的眼界高低的一个衡量器 像我们前面讲过的人物中间 秦孝公 那也算是一个英雄了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宾客群城 有能出奇迹强情者 无且尊观与之风土 谁能出一个奇迹 让我们秦国迅速强大起来 我给他做最大的官 而且他明确地对商鞅表示 我等不了太久 我要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孝国 这个是秦孝公的眼光 他只能看到他活着时候的事情 秦始皇 也算是一个千古异地了 他建国以后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经名号不更 无以称成功 传后事 其异地号 我太了不起了 像王这样的称号 已经无法满足我了 麻烦你们 为我量身定制一个 更霸气的称号 这个是秦始皇的眼界 汉高祖刘邦 这个算是一个难得的平民皇帝了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视为之 另一致 夺无所能行为之 你们制定的这个制度 制定的这个政策 要制定的简单一点 要能够让我力所能及 我文化水平不高 汉文帝汉景帝 这个是百年一遇的优秀君主 他们俩有一句口头禅事 卑之 勿胜高论 不要讲的那么高嘛 我听不懂 我做不到 麻烦你讲的低一点 务实一点 那么汉武帝呢 他才不要听什么 卑之勿胜高论 我就是怕你不够高 就是怕你太务实 我就是要听大道之要 治论之极 不得不说 一方面 汉武帝撕皆千载 气吞万里 不愧为千古一帝 但另一方面来讲 汉武帝 生于生公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 逐渐脱离了 汉出朱地的平民气质 和务实精神 他感兴趣的 不是名声极苦 而是怎样从形式上 去实现那个 五百年必有王者心的 政治预言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 在政治哲学史上 可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但是对于天下苍生而言 却未必是一个 有价值的好问题 汉武帝的问题 向前看一千年 前所未有 旷古硕金 而这个问题 引出的答案呢 则向后管了 两千年之久 直到今天 仍然余力未消 这个了不起的答案的作者 正是一代宗师 董仲书 公元前134年 汉武帝照举贤良策问之道 提出旷古硕金的千年疑问 向帝国才子求问 大道之要 智论之急 此时帝国的东北广川县 辞官回家 下围讲诵三年的 一代宗师 董仲书受到触动 卷起帘幕 来到长安县上对策 他究竟提出了怎样的对策 汉武帝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 正在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 第十五集 天人三策 董仲书是广川人士 他是一位专门研究 《冲秋公洋传》的学者 早在汉景帝的时候 他就已经官至博士了 当时的博士 大多扮演的是一个 首先代后的角色 就把前人流传下这个学问 流传下这个经典的文本 小心翼翼地传给后人 尽量不要在我手上出什么差错 董仲书不满足于这样 首先代后之学 他不满足于五百年前的圣人 给他们提供的现成答案 如果古代人的理论 不能够解决我们现代人的问题 那不是古代人的耻辱 这是现代人的耻辱 董仲书支齿而厚勇 辞官回家 下围讲诵 就放下这个帘子 隔着帘子 跟学生讲学授课 三年不亏缘 他闭蒙读书多年 没有看过一眼窗外的后花园 到了元光元年 汉武帝发出千年一问 余威正于书俗 一心只读圣贤书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董仲书 终于也受到了触动 掀开帘子 看了一眼久违的人间事 来到了广阔的天地之间 董仲书来到长安城 线上对策 汉武帝看了董仲书的对策以后 眼前一亮 了不起 非常感兴趣 所以又连续两次策问 董仲书 一一给出回答 他前后一共三次对策 其中呢 第一策以天人关系为主 所以他这一份对策 是称天人三策 董仲书除了天人三策以外呢 还写了像春秋繁禄等作品 现在我们把董仲书的作品 综合起来 提炼他学说的要点 让我们来一窥 这一位儒宗的风采 咱们先来明确一个问题 像以上汉武帝提出的种种问题 包括咱们此前讲到过的 汉朝实际面临的 像诸侯坐大呀 豪强横行啊 匈奴敬犯呀 这些具体问题怎么破 有人说这太简单 照历史教科书上说的 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君主专制 如果答案真的这么简单的话 那请问另外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自从汉高祖到汉徽帝 再到汉文帝汉景帝 都不去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君主专制呢 为什么他们反而要 收缩权力的触角 去搞往下面放权的这种 无谓而至呢 为什么像汉无帝 他有高人之姿 这么聪明的一个头脑 却想不到去加强集权 加强专制 反而要策问天下 贤良文学呢 董仲书为什么不用一句 你要加强集权 加强专制 来回答汉无帝的问题 却要大费周章 搞什么天人三策呢 各位要知道 自从商鞅变法以来 尤其是自从秦始皇以来 中国这个政体 已经完全变了 现在他们建立起来 这一套皇帝制度 也就是秦制 要想加强集权 加强专制太容易了 一抓就抓起来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 一个后果就是 一抓就死 权力集中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最后就会反噬其声 秦朝的二世而亡 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所以汉出的朱棣 只能够吸取 秦朝灭亡教训 说实话 哪个君主 不想专制集权呢 那他们为什么 不专制集权 因为他们更加害怕的是 一旦专制集权 就导致亡国的后果 这叫一抓就死 所以他们怎么办呢 只能够保持 最大限度的克制 实施 无畏而至 那无畏而至了以后呢 导致了一个后果 就是乱象丛生 诸侯啊 豪强啊 匈奴啊 都起来了 这叫一放就乱 一放权 乱了 搞专制集权 一抓就死 搞无畏而至 一放就乱 两孩相权 那就取其轻吧 乱就乱一点吧 总好过 秦朝二十二亡 所以说 从汉高祖 一直到汉景帝 他们搞的这个 无畏而至 只是一个 拖延之计 权宜之策 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来 解决问题 回过头再讲 汉武帝提出的问题 董仲书面临的问题 那就是 一方面 要利用秦朝开创这套制度 加强中央集权 集中力量 解决当下的种种乱象 这个是谁都想不到的 但另一方面 也要给这一套高效率的制度 加上一个制动器 不至于权力无限集中 最终重蹈王情的覆辙 那么董仲书是怎么做的呢 董仲书理论 归纳起来有四个要点 第一 天人感应 董仲书认为 一个天子 你施政的好坏 不是没有监督的 正所谓 叫人在做 天在看 天子是天的儿子 天子的一举一动 老天爷都看在眼里面 天子做得好 老天爷会降下祥瑞 无掌表扬 什么叫祥瑞呢 举例子来讲 像风调雨顺 五彩祥云 麒麟 凤凰 黄龙 这个都叫祥瑞 那如果天子做得很糟糕呢 老天爷就会降下灾疫 警告你 什么叫灾疫呢 像兄年击碎 怪胎 等等 地震 海啸 山崩 这些都叫灾疫 春秋繁禄 描述了一套 老天爷降灾疫的这个步骤 分三步骤 皇帝刚开始犯错 或者犯一个小毛病 老天爷就出一个灾害 警告你 像洪水 旱灾 这是灾害 警告 口头警告一次 如果皇帝不思悔改 继续犯错误 那老天爷就出一个怪异 吓唬你 所谓怪异 就是自然界的异常现象 比如像怪胎 日食 六月飞雪 这是怪异 那如果皇帝吓不住 还是执迷不悟 那老天爷就要开除你了 怎么开除呢 转移天命 假守他人 替天行道 直接灭你的国 干掉你 天人感应 从表面来看 是假借天道 制约皇权 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咱们今天看来 这是一套迷信 根本不科学 各位 读古人的书 你要去体会 古人的良苦用心 你能想到的情况 古人也能想到 你有没有设想过 这样一种情况 皇帝明明施政很好 却地政洪水 灾疫连连 怎么解释 皇帝明明施政很坏 却一会儿出个凤凰 一会儿出个麒麟 祥瑞不断 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这董仲书的学说 是不是就傻眼了呢 当然不是 如果董仲书的学说 这么容易就会穿帮的话 那就不可能被汉武帝 清定为汉朝的官方哲学 咱们举个例子 像春秋末期 鲁埃公出去打猎 打到一个麒麟 麒麟呢 是典型的祥瑞 但是各位要知道 鲁埃公的时代 世道大乱 怎么会出祥瑞呢 孔子听说此事以后 痛哭流涕啊 他说 孰为乎来在 孰为乎来在 这种时候 怎么会出麒麟呢 这种时候 怎么会出麒麟呢 皇帝很坏的时候 出的祥瑞 那不是祥瑞 那是妖孽 这叫国之将亡 必有妖孽 这比灾疫还要再重一等 所以问题就来了 现在老天爷突然出现一个自然现象 这到底是一个祥瑞 还是国之将亡 必有妖孽 这到底是一个灾疫 还是多难星帮 要磨练你 这个谁说了算 天和炎灾 老天爷是自己不会开口解释的 谁来解释呢 当然是掌握这一套解释系统 掌握这一套天人学说的人 也就是儒家 所以天人感应 表面上是以天道制约皇权 实际上 天道的解释这一套学问 掌握在儒家的手里面 这是在以知识制约皇权 以文化来制约皇权 面对汉武帝的千年疑问 一代宗师董仲书 运用儒家思想 提出了天人感应这一对策 汉武帝被董仲书的对策所吸引 继续两次策问 董仲书又给出了三纲五常 和通三统这两个对策 三个对策 分别以文化 道德和历史 对皇权形成了制约 史称天人三策 那么董仲书所提出的天人三策 究竟为何要对皇权加以制约 天人三策对汉朝的常治久安 又有何益处 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 正在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 第十五次 天人三策 董仲书学说的第二个要点 叫三纲五常 咱们都很熟悉 三纲均为成纲 富为子纲 富为七纲 五常 仁义理智性 现代人一听到这三纲五常 就非常反感 其实五常也还好 仁义理智性 咱们今天也在提上 主要是反感这个三纲 感觉这是吃人的礼教 早就已经被扔到垃圾堆里面去了 其实三纲 并不一定是儒家的礼教 而很有可能是法家的学说 最早提出三纲的 就我所知 是法家的韩非子 韩非子有云 成是君 子是父 七是夫 三者顺则天下智 三者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 法家的三纲 强调的是成子对君父的 单方面的义务 秦始皇时代 君权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实践 我这儿呢 不是要给三纲五常翻案 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思考 这么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三纲互相打架 谁说了算 对于这两个矛盾 法家的答案是这样的 第一 君刚绝对大于副刚和副刚 第二 三纲绝对大于武常 秩序绝对高于道义 非常简单 就解决了 但是儒家的裁决机制却不一样 荀子有云 从道不从君 从义不从父 君父 这是三纲 道义这是五常 如果君父符合道义 那就君为成刚 父为子刚 但是如果君父站到了道义的对立面 那你怎么办呢 做成子的就应该追随道义 而不是追随君父 所以在董仲书的理论里面 三纲五常最终还是应该以五常为最终标准 三纲是法家秩序 五常是儒家伦理 董仲书明取三纲 按章五常将儒家伦理注入了法家的秩序 第三个要点叫通三统 通三统要解决的 是本朝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所以为了能够沟通历史和现实 让后一个朝代能够汲取前一个朝代的精华 儒家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想制度 叫做通三统 这个制度怎么操作呢 比如说 周朝灭了商朝 你不应该把商朝的后裔斩尽杀绝 而应该把商王的后代找出来 继续让他做君主 给他封一个小商国 让他在那儿做他的商王 那眷恋商朝那些遗老遗少 你愿意跟着去的 请便自己去 你们在小商国继续搞商朝那一套 搞商朝的风俗制度 一切保留原生态 同时呢 再把商朝前面一个朝代 夏朝的后代也找出来 建一个小夏国 用夏朝的风俗制度 保留夏朝的原生态 这样一来 在周朝的大一统之下 就有了小商国 小夏国 两个小一统 三个统 在一个时空之内 和谐共处 这个就叫通三统 那如果将来秦朝再把周朝给他灭了呢 那就再见一个小周国 小商国 鸳鸯保留 小夏国 你太久远了 自然退出历史舞台 秦 周商 仍然是通三统 通三统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政治宽容 不要灭了前朝 你就赶尽杀绝 而应该政治上自信 文化上宽容 给前朝的遗老遗少 保留一席之地 第二 仅是作用 通三统表明 天下并非一家一性之天下 而是有德者居之 别看你现在得了天下 一旦失德 照样退居二线 第三 历史资源 咱们今天经常说 要发掘历史资源 从历史中间去汲取智慧 汲取力量 通三统 就保留了两个活生生的 历史资源区 功尼采泽 比如像秦朝 如果他实行了通三统 想要发展礼仪文化 你可以去小周国取经 秦朝想要了解 车马成语的文化 了解行民文化 了解占卜的文化 那可以去小商国取经 这样一个奇特的制度 在汉朝真的实现了 独尊儒术以后 汉朝真的把商朝 周朝的后代找出来 建了一个小商国 和一个小周国 这两个小国呢 后来寿命还挺长 历经西汉兴芒 东汉曹魏西境 直到永家之乱 才亡于战国 这个是中国古人 非常独特的一个政治文明 通三统 是以先王制约京王 以历史制约皇权 前面咱们讲过 中国传统法文化之中 比皇帝还要大的是道义 具体外话有三个 天道 先王 圣贤 秦朝建国以后 至天命而用之 天道被废了 秦始皇自以为 德高三皇 攻盖五帝 先王被他废了 秦始皇还缝书坑儒 圣贤也被废了 皇帝成为了最高的权威 皇帝说的话 那就是道义的标准 所以秦朝的君主 拥有了绝对权力 皇权恶性膨胀的结果 就是反世自身 短命而亡 现在 董仲书的天人三策 就是要明取三纲 按章五常 以道义来制约皇权 提倡天人感应 以天道来制约皇权 设计通三统 以先王来制约皇权 同时在法律方面 又创造性地采用了 春秋绝育的司法机制 跳出于律令之上 以经典作为最高的裁判准则 以圣贤来制约皇权 那么春秋绝育 究竟是一套怎样的制度呢 董仲书 又是如何以圣贤 来制约皇权的呢 咱们下一集再讲 谢谢大家 在法律上 董仲书开创了 春秋绝育这一司法机制 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进程 那么春秋绝育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司法机制 又是怎样以圣贤 来制约皇权的呢 下期为您继续讲述 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 第十六集 春秋绝育